遭遇地域毁灭性的入侵后的地球 政府决定采取措施对抗将来入侵 因为他们知道地域还很强大的存在 UAC公司再次决定研发新的工具 去对抗恶魔的入侵 新的UAC基地在木星的卫星木卫翼上 UAC科学家认为这个距离能够避免入侵 但是TNT邪恶性化的结果告诉我们 并不是这样的 需要一些别的东西 所以UAC科学家们开始着手研究量子加速器 来关闭次元之门以阻止入侵 在一些战事所谓下 实验在一个秘密的基地进行着 似乎一些都很适合力 但是因为这些怪物受到了新的研究的吸引 通过在基地的核心打开一个次元之门 恶魔门开始了进攻 量子加速器发挥了抄群的效果 马上解决了这场入侵 即使如此实验还在继续冒险着 在同一个地方进行着 第二天出现更为强大的入侵 这次居然有七个支援之门 一小时内量子加速器关闭了六个 但是因为地狱军团太强大 最终基地还是沦陷了 在场的人都被僵尸化或者死了 最后的这个地狱之门还开启着 有一个叫做看门人的恶魔所谓和控制者 政府害怕量子加速器会被恶魔利用来对抗人类 所以命令所有的步兵去收拾这个摊子 我们的主角是最近的一位 他首先来到了这个地方 认为如果继续等援军来的话 恶魔会数量太多和太强大 所以我们决定孤身进入这个地方来阻止看门人 没错 这个就是Plutonia Experiment的剧情 有跟没有是没什么太大的区别的 那Plutonia Experiment呢 是一个官方出的IWAT 当然他并不是由官方设计的 这32张地图呢 由两个兄弟来设计的 一个叫Dario Casale 另外一个叫Milo Casale 他们每人做了16张地图 确实是非常的厉害 尤其地图的质量也是相当的高 然后他原来是做了8张地图 然后发给ID的人去看 然后他们觉得 这个剧图非常的有潜力 所以他们决定采用他们做的地图 然后给了他们一个现实的任务 就是要在很短的一段时间之内 大概是几个月吧 四个月 四个月之内呢 做出这32张地图来 然后他们发过去之后呢 还好呢是没有遭到修改 因为这个没有遭到拒绝说 这里有什么问题要修改 因为这个Dario Casale已经说了 他说还好 你没有要我修改 因为我已经准备把我的电脑扔出窗户外面 可见 他们花了很多的心思去设计这32张地图 而且四个月做32张地图 真的是非常非常了得的事情 因为一般情况下的社区工程要做32张地图 那可是要花一年多 更不要提 那是有很多人来做32张地图 并不是有两个人做32张地图 好欢迎大家收看 Plutonia Experiment的攻略视频 如果你注意到的话 你可以听出我的声音可能有点不一样 是因为我换了个麦克风 既然换麦克风这么重要的事情 当然要赶紧投入到我最喜欢的游戏 的攻略视频当中了 好那么说了这么多 除了原版的Plutonia Experiment之外呢 我还会加入一个是由社区创作的 Mini包 因为原来的Plutonia呢 它只有回面战士1和回面战士2的音乐 它只是重复利用了这些音乐 那所以Plutonia在这方面呢 确实是没有TNT好的 因为TNT呢 它自己呢是带有了原创的音乐 那增加了这个Mini包之后呢 那我们就有32个原创音乐 是由Doom World很有名的 不少的那么一个音乐家来创作的 这些音乐都是非常的精良 搭配上这个优秀的地图设计呢是最好不过了 好了那我们正式进入游戏吧 好了那这次呢我是这样想的 就是说因为找全道具呢实在实际来说呢 我觉得非常打扰这个攻略的顺畅性 而且呢在速通里面呢是从来不会考虑这个 找道具的问题了 所以说我决定不要100%道具 我只需要100%的杀敌和100%的秘密 然后另外一个事情呢就是说 我这次的SourcePort呢跟之前是不一样的 我之前使用的是ZDoom 但是ZDoom呢很多东西呢 并不能很好地去模拟原版的游戏 那所以我这次采取的是用GLBoom GLBoom呢很好它支持高分辨率 也支持对原版引擎的模拟 所以说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一些原版引擎 跟ZDoom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 有更模仿原版引擎的SourcePort 但是那些SourcePort呢非常的不方便 例如说你标GP地点的时候 它并不会给你显示 这样的话我觉得对攻略在 观赏性的角度来说呢是不太好的 好那我们开始 当然我们选择Ultra Violence的难度 好第一张地图叫做Congo 也就是刚果一开始这里呢有 限弹枪子弹我们跑进这个门 每个角每个边呢都有两个限弹枪手 那我们拿到他的限弹枪打死他 好然后放这个按钮 可以看到这里面呢有非常多的资源的补给 我们拿上一开始呢就给了背包 所以我觉得非常的方便可以很好的拿到这个100上限的子弹 好过来之后呢这里有个机枪手 我们可以先把这个机枪手打死 那上面的机枪手先不要理他 在这个出来的这个地方右转我们看到这里 下来之后呢有一个陷阱 你可以看到呢这个Plutonia呢他特别喜欢用这个机枪手 然后机枪手呢可能是很多玩家不喜欢的一个东西 因为他在远处的话他会连续攻击你 或者是在近距离的时候万一你失误没打死他的话 哈哈那你就过瘾了 进来之后呢继续有机枪手 然后有一些小鬼 噢Plutonia的难度呢是出名的高 为什么高 当你拿到这个超级弃枪之后 这火人就出现了 要看好这个地形来躲闪 但是这个火人呢有时候呢他会无视这个高度 直接复活上面的小鬼 那大家也看到了 完了之后呢继续右转 然后这个地方 好了另一种呢让人抓狂的怪物马上就要出现 那就是亡灵 亡灵导弹的伤害呢一发最高可以达到 然后80 这是非常恐怖的一个数字 而且呢他会发射这个带有烟的这个追踪的导弹 我刚才就是吃了一发60伤害的导弹 一般呢我的脸特别的黑 所以经常会吃到80伤害的导弹 所以每次看到80伤害的导弹 麻烦大家为我鼓一下掌 就这样了 好了这里可以拿到火箭发射器 并且是一些火箭 然后呢我们从这个楼梯上来 这里有两个机箱手 那外面的这些机箱手呢 我们先不用急着去管他 我等一下才说这个怎么回事 然后完了之后呢 下来 那这里呢又有一个火人 我建议大家用火箭发射器把他干掉 然后这个骷髅门进来 可以看到前面这里是不是凹进去了一个 忘了他 不好意思 这个前面有凹进去的地方 这个呢是会生上了一个亡灵的 把他打死 完了之后呢 我们退着往这边走 这里有个痛苦元素 我们赶紧用火箭把它解决掉 失落灵魂呢在原版里面是不计算杀敌的 所以说杀不杀都是可以的 然后我跳到这里来发动这个电梯 那上来呢就是唯一的密闭地点 好 承送这个传送器回来 我们看到盔甲的这一边 我们可以拿到一些补给 只有一副盔甲没有什么别的 然后另外一边呢是一个小鬼 把他打死之后呢 这里有一个按钮 我们发动这个按钮呢可以打开前面这个门 进来之后呢我们先不要急 用机关枪把这边上的这些机箱手给干掉 千万不要走太外面 好完了之后这里呢会出现mancubus 也就是我们的胖子 左闪这个的药灵呢还是一样左右左 把这个拿了 好我们拿到红色骷髅钥匙之后呢要重新下去 然后这边 这边是我们唯一没有去的地方 好进来 进来之后呢首先注意这个陷阱 这两个机箱手要干掉 然后呢我们可以站在这个地方把这些小鬼打死 我们利用中间的这个柱子呢作为隔岛 可以很方便的把另外一边的小鬼无视 好了这只红色钥匙门打开 进去之后呢会再次降落 哎 应该是发动按钮 不好意思 好我们可以上来捡到一些补给 例如说这个小药包 那边因为也是小药包所以我就不去了 好拿到蓝色骷髅钥匙之后呢 我们重新回到这个上面来 可以看到对面非常多的机箱手 可以选择使用火箭 如果你觉得用机枪太麻烦的话 那这里我选择使用机枪 然后呢这里有三个炕子 我就着型使用一些火箭吧 剩下的 哦 剩下的我就用超级星蓝枪 这个蓝色标记的门呢 实际上真的是一个蓝色门 可能比较反传统就是 一般情况下这个标记呢 都是会用蓝色骷髅 或者是那些蓝色的骷髅 来表示它是需要钥匙的 但是这里呢它并没有这样做 好了降下这个电梯来 我们可以来到这边 因为这边还可以捡到一些机关枪的子弹 把承受这个承动器回来这里 那这一关基本上就结束了 土同尼尔呢很有名的一个东西呢 就是它的连续性非常的好 所以所有的出口都是长这个样子 每次你出口用完之后 基本上进入到下一关 你也有一个对应的入口 大概表示 这是入口的那个意思 好了果关 第一关Congo就到这里结束了 好可以看到这个沙迪数呢 是106% 原因呢是 Jell Boom呢它 或者是原版呢 它的怪的上限呢是不会增加的 而火人复活的那些人呢 又会计算进沙迪数 所以说每次如果出现了火人复活 怪物又被打死这么一种情况的话呢 这个沙迪百分比呢就会超过百分之一百 那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很好的问题 那怎么判别我到底有没有漏怪呢 那这个就是原版的引擎最麻烦的一个地方 你确实判别不了了 除非你要用Jell Boom里面的一个界面来看你到底有杀敌多少 否判别不清楚这个百分之一百零六到底有没有漏怪 有可能通过杀掉火人复活的怪很多次来叠加这一个百分比 但是你是没有把怪杀完的这种情况都是存在的 所以说我这里只能认为我没有漏了 原因是我玩的我研究了这些地图这么多次 应该情况应该来说是不会漏掉任何东西的 好那么基本上就是这样了 至于为什么道具百分之零我之前也解释过了 因为道具呢它涉及到了减那些百分之一的血量啊 百分之一的盔甲之类的东西 这样的话呢真的是非常影响这一个 有攻略视频的连续性流畅性和观赏性 所以说我决定道具不要做百分之一百了 好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那我们下次视频的时候来到第二张地图 Wale of Souls 好那么我们下次视频再见